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宁 昨天晚上太冷了 我把被子不是这样对着叠吗 然后昨天晚上一直缩成一团睡的 因为如果伸直了睡 然后盖得住脚的话肩膀就盖不住了 如果盖得住肩膀的话脚就盖不住了 太冷了这个床车 沙漠公路里的床车 我的天我的嘴巴 看到没有我的嘴唇 都已经成这样了 晚上还把冷的把那个头都包起来睡的 给大家看看这沙漠的早晨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里休息的 看远方的沟壑 这个沟壑让我想起了火焰山 而且这里晚上会有熊和狼 我先把车子发动起来 让它预热一下 把大家谈这边都是零 把空调也开开 但是为什么我吹出来的是冷风 走走走走走走走 还是关了吧 不要一会儿把我冷死了 啊水都现在是冰的 冰的但是早上起来必须要喝口水啊 就喝一口在嘴巴里面 让它温热一点再咽下去 衣服拉上太冷了 哎呦去都搬不动了 现在沙漠还有高海拔隔壁 因为我经常这样走 我都习惯了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每天早上在这么冷的地方 我就怎么样从起床到开车走的 就是大家在冬天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很难受不想起来的感觉 我这个盒子是难受 我这个简直是 你想嘛 早上车里面很冷 我起床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像在把我连根拔起 好了吃完我就要出发了 嗯 我去按您关注我 噎住了但是不想喝那个水 那水太冰了 勇闯天涯的日子 我们一起彼此陪伴好吗 拜拜 我眼睛都肿了 有点丑 别介意